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子女养老不仅会给子女增加麻烦和负担 而且很多子女并不想给老人养老 雇佣保姆养老的好坏暂且不论 只是每月高昂的费用 却不是所有老年人都可以承受得起的 养老院养老不仅不自由 而且养老院还特别的压抑 如此看来 好像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就根本无解了 其实不然 俗话说 只要肯用心 方法总比困难多 作为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来讲的话 也同样如此 这不 我们这位老年人在晚年之后 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还挺不错的新型养老方式 那么这种新型养老方式到底是什么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位老人的字数 字数者 77岁的江大爷 我叫江卫明 今年已经77岁了 50年前 我经人介绍与老伴结了婚 婚后 我们俩一直过得很幸福 老伴还为我生下了两个聪明懂事的子女 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后 都有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随后 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幸福家庭 孩子长大了 我和老伴也老了 十多年前 我和老伴相继退休 退休后 我和老伴就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面 过着舒心踏实的晚年生活 本来我还想着 老伴能和我一起度过幸福余生 可是五年前的一个晚上 老伴却因病过早地离开了我 老伴去世后 我的两个子女就都纷纷劝说我 让我今后跟他们俩一起居住生活 我却没有同意两个孩子的要求 主要原因是 我考虑到两个子女都有自己的家庭 我的加入 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 再说了 我和子女毕竟是两代人 我们之间存在有一定的代沟 倘若今后在一起生活 自然不可避免的 就会发生各种矛盾冲突 因此 我还是不去为妙 但是我的年龄也不小了 倘若自己今后一个人生活的话 势必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于是我准备去养老院养老 可是正当我收拾妥当准备出发的时候 和我同住一个小区的老刘却告诉我 千万不要去养老院 他说 住在养老院让人感到非常的压抑 而且平时的出行也很不自由 只有养老院那么一大片地方 可以自由活动 老刘的话 顿时就让我放弃了去养老院的念头 然后我就想了 既然养老院缺点这么明显 那我干脆就去顾请一个保姆养老 可是当我去顾请保姆的时候 我才发现 现在顾请一个保姆实在是太贵了 最关键的问题是 谁也不敢保证 这个保姆以后到底能不能好好照顾我 在这种情况下 顾请保姆养老也被我给放弃了 但是 我的养老问题却必须要尽快得到解决才行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就从一则报道当中 看见了西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 选择酒店养老这种新型养老方式 来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 让我深受启发 既然别人可以 我为什么不行呢 于是 我就在街上到处溜达 去挑选真正适合于自己的酒店来养老 半年后的一天 我终于找到了一家合适的酒店 只是 这家酒店就从未开展过这项业务 在我的一再解释下 他们才明白过来 并且也愿意去尝试一番 后来 他们就答应了我的这个酒店养老要求 经过多方核算 他们让我每月支付五千块钱的费用就可以了 期间 我的吃喝拉撒睡等一切问题 都由他们来解决 原本 我每月退休金就五千块钱 但是考虑到 以后我要去养老院居住 那么我的房子闲着也是闲着 于是我又把自己的房子租给别人住了 每月租金有两千块钱 这样算下来的话 我每月只需要花三千块钱 就可以妥善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了 这简直太划算了 这时恐怕就会有人说了 听你说的这么高兴 那么你所选择的这种酒店养老 新型养老方式到底怎么样呢 下面就听我慢慢到来 这家酒店给我安排的是二楼的一个单间 平时我不用坐电梯 不行就可以了 这个单间大概十五个平方 助我一个人绰绰有余 房间里面有空调 电视 饮水机和衣柜等 我只需要戴上自己的换洗衣服 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非常的方便快捷 每天中午都会有服务员来打扫卫生 换洗被褥什么的 我什么都不用管 房间里面二十四小时有热水 我每天晚上睡觉前 都可以洗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 这种感觉别提有多舒服了 考虑到我年龄大了 酒店还给我住的房间 单独装了一个呼叫器 这个呼叫器和前台相连 平时我在房间万一遇到什么突发情况 我只需要按下这个呼叫器 酒店前台就会立马安排人来处理 每次收费一百块钱 再来说一下我的吃饭问题 酒店提供一日三餐 饭菜质量相对来说挺不错的 不仅干净卫生 并且口感也特别的好 每天的饭菜都不重样 另外 每天中午还额外提供一份水果 合理搭配饮食 我非常满意 酒店里面的各种运动器材 一应俱全 另外酒店里面还有台球室 七拍室等可供选择 不过我平时基本不上去 平时我的出行什么的 酒店就从来不管 不过我要是晚上有事不回酒店的话 我只需要给前台打声招呼就行了 免得他们担心 这家酒店最让我感到满意和人性化的地方就是 平时两个子女来酒店看望我的时候 酒店都会给我的房间额外放上一大张床 让他们晚上居住 这些都是不收费的 只要每月不超过两次就行 现如今 我已经在这家酒店住了大概两年多时间 总体上来讲 我对酒店养老这种新型养老方式 还是比较满意的 江大爷的这种新型养老方式 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老年人就只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 就可以享受到很好的照顾和服务 进而就可以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 酒店养老这种新型养老方式 最大的优势就在于 它的收费相对来说比较公平合理 还有就是 酒店所提供的服务 还是比较周到的 最重要的就是 它比顾景保姆便宜 比养老院自由 子女们也很放心 但与此同时 酒店养老也有自己的劣势和不足在里面 这点我们谁也不能回避 它的劣势主要是 酒店肯接纳的老年人 必须要身体健康才行 还有一点就是 酒店养老并不能为老年人提供 及医疗、护理、康复、养老服务 与一体的全方位服务 最后一点就是 酒店很容易因为经营不善 入住率过低等而面临倒闭 也就是说 它很不稳定 所以就目前来说 它只适用于试点 而不适合大面积普及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订阅